2月25日宋仲基为拍摄新剧抵达文来机场 这也是否认婚变后仲基欧巴因为工作行程首度现身 当天他身穿白衬衫搭配灰色毛衣脸上架着矿镜 少年感十足婚后两年还是笑鲜肉啊 宋仲基刚抵达文来就感受到当地粉丝的热情 一大波迷地名妹们聚集在机场为仲基欧巴接机 声势浩打宋仲基在海外的人气也是相当高啊 不少男粉也是被宋仲基吸引友航动力超强的男粉 直接到欧巴身侧拿出手机和他自拍后边的女粉丝都是满满的羡慕 宋仲基也许是感受到了自己爆棚的人气被粉丝们簇拥前进的他心情大好 不时展露出灿烂的笑容 连夜坐飞机的疲惫都一扫而光了 这就是粉丝的力量啊 近日的婚变谣言是被传得沸沸扬扬 双方起初不做任何回应 直到乔妹现身未带婚解引发了媒体大福报道 最终经纪公司出面回应表示 一切都是子虚乌有之后不会再特别回应 最后宋仲基似乎在和乔妹说再见 脸上的笑容非常甜蜜 看来两人的关系真的非常好 还是甜蜜如初 昨日又是双宋夫妇的定情之作 太阳的后裔开播三周年的日子 一定又勾起不少两人的回忆吧 许多网友都表示 结婚后为了方便不带婚 戒业也是正常的事 双宋夫妇感情好着呢 大家不要担心了